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4月18日 星期日 這次繼續John Connor 跟大家說香港時事 這個又跟打針有關 最近真的有很多新聞 不斷跟科興 我們就是安全起見 把科興 1234的科 避免 再次無理遭受打壓 但是會不會有打壓呢 其實真的不知道 但是就是 不妨一試 再不行呢 再算 不然的話 只能選擇其他話題 逢是 逢是跟打針疫苗有關 都避開 這一節要說的就是 一宗 開頭就說是沒有 源頭的 患者就是確診 終於衛生署就是出來 確認 原來就是一個 63歲的男子 原來就已經打了兩針的科興 打完科興 繼續確診 一早已經知道的事實 繼續跟大家 講解這個新聞 分析之前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6部曲 記得按LIKE 記得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記得Log in Google戶口 進去建設性留言 通擊五毛 以及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包括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後備戶口 這個就是本台 遭受YouTube打壓 因為跟科興有關 現在還是被禁止上載 還未解封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6部曲 繼續看廣告 進去這個星期二得道 主頻道的戶口 繼續建設性留言 以及按LIKE 繼續欣賞廣告 聽說就是最近看到 車生不斷出來賣廣告 我們一眾的 聽眾也對他非常好奇 尤其是他推出的產品 所以就是不停 要點擊 他的廣告 要了解一下他的產品 以及他推介的服務 大家就努力一點 慢慢對付他 其實今天的港聞 比較少一點 將會今天就會說多一點國際新聞 以及國內新聞 這一則是其中一則香港的 新聞 想跟大家繼續說 內容就是這樣的 原來消息就是一個 63歲的男子 原來就已經打完了兩劑 科興 已經是兩支針都打完了 還要是打完針之後 就不是好像專家所說 一打完就不會有效的 要打完之後 要等一段時間 疫苗才會生效 這名63歲男子 打完了這個第二劑科興 已經是時隔七天 時隔七天之後就是 確診 應該說是成功確診 很想加成功兩個字 給他 一早也說了 中方專家也說了 成效科興就只有 50多個百分點 其實就是只有一半機會有效 當然 我就絕對 不相信 成效有50% 我只是相信他應該遠遠就低於這個數 這個衛生防護中心就在17日 的時候回應傳媒查詢 終於才公佈 確認 這個 63歲男子 原來 就是 打完第二針之後七天 繼續確診 這個病人的號碼是第 11645號個案 這個63歲的男子 白白在3月10日 4月7日 分別地打了兩次科興的疫苗 再到4月14日 對他採養 檢測到底有沒有再有病毒 結果就是檢測到 跟這個病毒 呈現陽性反應 呈現陽性反應 所以 處方 處方繼續出來互斷 這次真的是 越來越似找笨廣告 這次處方出來說 打完藥之後 就要第14天 才可能獲得有效保護 換句話說 不打 中了 就說你不打 打完 中了 就說你這支疫苗 還未打第二針 所以還未有效 打完第二針 立即中獎 然後又說你還未等夠時間 打完疫苗 過了14天 也中獎 告訴你 每個人的體質不相同 打完14天之後 中獎 他又會再告訴你 除了每個人的體質不相同之外 疫苗的成功機會只有五十多個百分點 打完一段很長時間 之後再中獎 他就說應該就不關疫苗事了 可能疫苗果太久就已經失效了 換句話說 無論任何情況 那個疫苗 他也是有無限的理由出來解釋 為甚麼就是失效 不禁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為甚麼要找命搏 去打一個這樣的疫苗呢 這個真的只有天之地之 藍絲才知道 我們難以理解 衛生防護中心在17日晚上 回覆傳媒查詢的時候 第一次正式公佈 原來這個確診 本身說源頭不明的63歲男子 就是在上述 剛才所說的兩個時間 就是在屯門 有愛體育館那裏打這個疫苗 結果就是7日打完 7日之後 4月14日再次檢測的時候 發現確診 偉大的政府的發言人 出來解釋 根據藥廠的資料 打完科興疫苗之後 需要時間 讓身體產生抗體 所以 需要等14日 才能夠獲得有效保護 真的就是公就你贏 自就他輸 自就你輸 無論如何 都是有殺無賠 為甚麼不索性開盤出來 告訴你 其實有殺無賠呢 其實 打完疫苗 中獎 又沒有得賠 打完疫苗 釘蓋 蓋棋 又沒有得賠 因為又跟疫苗 沒有關 到底其實你的疫苗是甚麼時候 才有關呢 我們越來越不明白 一打完疫苗之後出事 你就說不關疫苗事 疫苗沒有問題 一打完疫苗 問你的效力甚麼時候出現呢 你就說要14天之後 7天就沒有效力 但是早前不是這麼說的 有死亡個案出現的時候 專家大大力出來說 打完疫苗之後 過了一段時間才死 這是其他原因 總之就不關疫苗事 但是你的疫苗要生效就是14天之後 換句話說 打完疫苗之後 最低限度按你的 描述 其實有14天 最低限度也是跟你的疫苗有關 這個其實是很簡單的邏輯推現 最低限度 就是由Day1到第14天都關你的疫苗事 其實就是 我們看不到這件事 當 疫苗出事的時候 你向他追討 他就跟你斬釘截鐵 跟你說一定跟疫苗沒有關 疫苗沒有問題 去到問你疫苗什麼時候生效呢 就跟你很保守了 最少要等14天 還有可能是ClearDays 第一天打就不算 再加14天 完全就好像那些穩困電話訪問 我們也演繹過 打電話來問你同不同意 同意的就按1 不反對就按2 強烈支持就按3 如果想反對 請你輸入99個數字的 電子密碼 兩秒之後就說收不到你的指示 已經幫你按了贊成 以往香港政府在這些 所謂假諮詢的時候 做這些無恥的事情 大家都 其實也不是接受的 只是很無奈 覺得跟人命無關 現在竟然 就是用 相同的方式 去對待人命 包括大部分這些 打針的人 其實全部都是藍絲來的 再一次看到這個政府 其實 非常之瘋狂 中國大陸現在 我們稍後會再說 中國大陸現在非常之瘋狂 越支持他 其實真的越死得快 聰明的人 哪怕是藍絲 其實真的要想一下 如何抽身離開 其實藍絲真的很聰明 一早就已經打算抽身離開 嘴巴說愛國的大部分都是出來抽水 撈取政治本錢 逢是知道大陸為了拿錢的人 大部分就是子女就已經移民了外國 預備賺夠錢 搞臭完香港 退休就移民外國 好像林鄭月娥賤人 原本還打算去英國退休 退你的命嗎 你過來保證你就出事 這個政府和這個政權 其實已經發展到一個地步就是喪心病狂 其實大陸也陷入一個瘋狂的狀態 我們 接下來 相信很快 就會看到 社會會出現很大的動盪 我們這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拜拜